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特别喜欢这种有一点眼瞼下肢感觉的妆容 而且还有一点女团的味道 如果大家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我现在已经上好了防晒 先涂一个还是这个Bobby Brown的妆前乳 这款妆前有股淡淡的橘子味 质地像是半软的黄油 推开在脸上润润的 有一点点的粘性 能使后续底妆牢牢的拔在脸上 作为冬天混干夏天混油的我 一天下来也不会起皮卡粉 OK 然后来上一个粉底液 用的是Armani的这个Luminous Silk Foundation 这个粉底液特别适合我这种混油皮 在冬天用 它是这种延展性很强的粉底液 在纽约的冬天用起来也不会拔干 然后用一个打湿的海绵蛋 均匀地把粉底液推开 它的妆效是这种非常奶油肌的感觉 我用的这个色号是2号 它和我原本的皮肤还挺相近的 粉底液上好了 然后准备来体谅一下我们的面中 用的还是这一块歌剧眉影的 123456 6色遮瑕 然后混合这两个颜色 就用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体谅一下我的面中 让我凹陷的面中稍微蓬一点 还有我的法令纹 下巴 鼻头 然后山根这边 可以用美妆蛋 把它拍进皮肤里 感觉我整个脸都饱满起来了 然后先来画个腮红好了 想用这块MAC的MELBA 这个腮红是一个非常咸嫩的这种蜜桃粉色 然后把腮红打在我们苹果肌的位置 不要超过鼻尖 因为我的颧骨比较高嘛 我会一直把这个腮红打到我的太阳穴这边 这样可以稍微修饰一下我的颧骨 鼻头 你要上一点腮红 还显得比较可爱 然后下巴也来一点 还有额头 虽然我的额头已经被刘海挡住了 看不见 但是这样打腮红就会特别有一种氛围感 然后我想来修个容 先把我的山根画出来 用的还是万年不变的这个MAC的Omega 然后我也用一个这个稍微斜角一点的扇形刷 来勾勒一下我们的山根 这个形状的刷子特别适合精细的 来描绘我们的山根 鼻影最好不要直接从眉头比比值的画下来 稍微空出一点距离会显得更加自然 然后我的鼻头我也要把它画出一个圆圆的小翘鼻 然后把这个鼻子下缘也扫上 可以让我们的鼻子变得更挺翘一点 先把它勾勒出来 然后还有上面的一点点让我们的鼻头圆起来 然后把它均匀的扫开 眼皮上也可以戴上 然后用一个稍微松散一点的小刷子 把我们的这个阴影稍微的再晕染一下 它显得不要那么的突兀 OK 我就拥有了一个小翘鼻 自己捏出来了一个鼻子 然后把我们脸部的修容也给上一下 用这个Fenty Beauty的修容膏 它是色号是Amber 然后把我们的颧骨修进去 还有我的这个下额骨 给它修出一个锋利的下额线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用我的美妆蛋给它晕开 连接到发际线这一块 这样才比较自然 下额线这边要连着耳朵 OK 用黎大瓶这个 像胡椒粉一样的RCMA顶装 把它倒一点在手心里 然后均匀的铺在这个刷子上 均匀的拍打在脸上 我的额头还挺容易出油的 所以我会多上一点三粉 感觉腮红不太显色呀 所以我打算剥上一点这个腮红 这个量我满意了 不然的话我们把眼妆啊 眉毛全画上以后 这个腮红都没有什么存在感 然后先画眉毛好了 脸上有一根毛 教你们一个小窍门 如果感觉脸上有毛 然后用手抠也抠不下来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这个小眉梳 这样一梳它就下来了 然后把我们的眉毛先梳梳整齐 然后用这个植村秀的眉笔 Sund Black 01 而且我已经把它削扁了 这样就可以画出根根分明的眉毛 先填补一下眉毛的空缺 然后延长一下我的眉尾 我感觉我左边这个眉毛长得不太好 它后面一大半都空缺了 少了好多毛 然后把这个多余的这些毛给剪了 碍事儿 好 然后稍微填补一下眉头的空缺 画出眉头的这个毛流感 然后把右边的眉毛也给画上 延长一下我们的眉尾 OK 还是一样画出眉头的毛流感 眉毛就画好了 想用遮瑕稍稍修饰一下我们的眉毛下缘 这样还可以顺便提亮一下我们的眉骨 让我的眼部立体感更加的明显 然后想来画个眼影 今天想画一个紫色系的妆容 用的是这一盘水利盘 先用一个松散的刷子给眼部打个底 想用这个颜色 然后用这个稍微小一点的刷子 蘸取这个紫色 在我们的眼皮上面晕染 然后用这个沙漠玫瑰色 晕染在我们的下眼颜 因为我的中挺比较长 所以我一定会强调我的下眼影 让可以缩短我中挺的长度 然后用同样这把刷子蘸取这个深一点的紫色 画在我们的眼尾后半段 先把颜色点上去 然后再晕染开 用打圈的方式晕染 然后用一把晕染刷 给它晕染的自然一点 然后眼球中央呢 我想用这个珠光的粉色 放在眼球阵中央 直接用手指点 今天想画一个稍微有一点眼俭下肢的眼线 因为我的眼睛本来就有点往上飞 想用这个深紫色的眼线色 然后平行的这样画一条下眼线 稍微拉出去一点 因为等会我们还要画上眼线 然后再用一个眼线笔画一下我们的上眼线 先把眼尾的这个小三小型框起来 然后再带出去一条眼线 然后再我们的睫毛根部填上那眼线 然后先来夹个睫毛 调完睫毛以后 先用爱杜莎的这个睫毛打底膏 延长我们的睫毛 还有我们的下睫毛 然后趁它还没有干透 赶快用我们这个KISS ME的小睫毛膏 刷上我们的睫毛膏 这样就可以刷出又长又卷翘的小睫毛了 是不是感觉眼睛大了一倍 今天妆容的点睛之笔呢 就是我想在眼尾这边加上STILA的这个液体眼影 它是有一点这种偏光粉紫色的 能看到吗 用一个非常小的刷头 这应该是一个眼线笔的刷头 蘸取这个液体眼影 然后画在我们的眼尾 我们的眼线做一个衔接 哈喽大家好啊 这里是后期桶 话筒都被我录没电了 所以声音没收进去 下面给大家表演一段双黄 我想说我刚刚没录到 因为液体眼影液盖住了一点下眼线 我就又用黑色眼线液笔加重了下眼线 稍微拉长了一点 就感觉眼尾像是一条鱼尾 然后让我们把另外一只眼睛给补齐 刚刚声音出了点问题啊 我们现在继续 现在我的眼妆已经画好了 但是这样看上去有点像个斗鸡眼 所以我准备去带个美瞳 所以我准备去带个美瞳 然后用这个 TOOFACE的钻石高光 画一下我的高光 超闪的 这个高光微微的放一点紫调 所以和我们今天的妆容还挺搭的 然后用一把扇形刷 把高光扫在我们的颧骨上 OK 然后再画一个口红 我们今天的妆容就完成啦 用了一只这个紫色的唇釉 它明明是一只紫色的唇釉 为什么在镜头里就显得这么红呢 它是一只雾面唇釉 来自Bear Minerals 然后色号是Devious 为了搭配眼影 我又叠加了一层偏光紫色的唇釉 虽然最后效果也看不太出来吧 就这样我们这个紫色系的妆容就完成啦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背景这个Tortolonia 这是我男朋友最近情人节送我的一个小礼物 它还可以调节亮度 你们看 诶 变暗了 诶 变亮 它作为背景放在这里还蛮好看的 像是我视频的一个水影 但是我只有在这个背景的时候才能把它露出来 OK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 关注我的频道 还可以关注我的微博Instagram小红书 我会在那边分享我的日常生活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Peace